跟天成有关 我爹又不让大家知道 难道是 天成的养父养母来了 也是啊 我知道了 吓我一跳 什么呀 不是 我不敢说 过来 本小姐恕你无罪 我怕你不高兴 不神奇 快点说 那我可说了 说 你说 是不是他以前那相好来了 为什么 你不可能在 deswegen 不可能 你准备了 看这个军事 舞人 涅니 Ensuite 我愿觉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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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西曼小姐 问你个事 后院他们干吗不让我进去啊 是 是吗 是吗 他们说是你四哥吩咐的 西曼小姐 那是老爷吩咐的 家里是不是来什么人了 没有吧 没有吧 那后院也是咱王家的 我在咱自己家走动 干吗还拦着我呀 是不是很奇怪啊 西曼小姐 可能是老爷临时有了事 明天兴许就没事了 这 四哥 四哥从小到大 可从来没跟西曼变过狭话啊 我这儿有数呢 西曼小姐 那是自然了 所以啊四哥 您就得告诉我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么神秘 这 这 行了行了 看把你为难的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你方便的话 你就告诉我 你不方便你就不说 行吗 好 好 你问 家里是不是来什么人了 这 这 来了来了 天成算一个 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 不算走的 我说留下来住的 我 不方便说了没 不方便说 四哥你真好 你这句话我就明白了 迟早你会知道的 看来是真有事啊 西曼小姐 我的意思是 行了四哥 就你现在这个表情 我是最清楚了 我不为难你了 走啊 哎 西曼这样 你啊 去认识老爷 我爹 西曼小姐 我是馋不过你啊 哎 你这么高的时候 我就怕你 你要想知道什么事 就没有打听不到的 嗯 知道就好 嗯 我们苦苦盼了二十年 人家就是不露面 这一露面倒好 冒出来两个儿子 王家大院安静了这么些年 又要起妖风了 白慧啊 后来那个龙马 你觉得怎么样 虽说龙马是个肥贼 可我倒觉得他更像我儿子 不说别的 就说他身上那个胎记巴 就比先来那个天成更像样 还有老爷 你见过我二哥吗 嗯 天成的二舅啊 对 没有 他不是在美国吗 是 我是说这个龙马 长得太像我二哥了 老爷 我见过二舅 京太太这么一说 我倒觉着这龙马 确实像二舅年轻的样子 太像了 莫非龙马才是少爷 老爷 老爷 有第一个天成的教训 我们要沉得住气 不到最后 不能下决断 好吗 嗯 我知道 最好啊 让他们俩自个儿说出实话来 自己说出来 老爷 谈何容易 总会有办法的 咱们好好合计合计 总能想住一个法子 让那个冒牌祸 露出八角 老爷 还有个事 西曼小姐那边怎么说 西曼那是不是先得瞒着他点啊 老爷 西曼鬼机灵 你瞒瞒得住吗 太太说得及时 刚才我碰到了小姐 差点让他把我套出来 要不 把西曼送出去 让他在外边玩几天 嗯 也就是这个办法了 你说呢 你一个男生一老大 他铁儿铁儿签 快拿来 整一个宝贝 是这一种 人的做法的 我找什么事啊 还是人的事啊 他要去她 你还要去哪里 但谁呢 你还去其他 走我 不是那些事啊 你这个事 行吗 怎么了这是 有事啊 老孙 特雷 你们俩先出去 爹 我就是想问问您 家里来客人了是不是呀 这孩子 你这 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 爹 我知道 按理说呢 这家里来客人我不应该多问的 可是我为什么反复多问 那是有原因的 那昨天晚上 那天成对我的态度 就来了个大转变 那拉我的手了 我就是想知道 我回家这么久 他对我一直不都是若鸡若离的吗 他为什么忽然对我这样 我很想知道 他是处于真心了 还因为家里出什么事了 太太对我有改变 小冰伙 小冰伙 少爷 您 您在这儿啊 你看见西漫没有啊 西漫小姐在跟老爷太太说话呢 您要找他呀 也没什么大事了 没关系 少爷 您要是有事就告诉我 我去烧给小姐 那好 那你告诉小姐 下午有空到我屋子里坐坐 我有些话想跟他说一说 好嘞 一定给您带到 小苹果 西漫小姐 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香水啊 香水啊 西漫小姐喜欢玫瑰味的 茉莉味的 但她不喜欢桂花香 可是小姐 不太喜欢蔡香水啊 如果是少爷买给她的 她肯定会特别高兴 咱家确实来了客人 是一个叫龙马的年轻人 他住后院对不对 我说嘛 您不让我去后院 一定有事 之所以不让人们见他 是因为这个龙马 他也说自己叫王天成 什么 不然 怎么回事啊 爹 这个龙马是个冒牌库啊 你怎么能让他住进家里呢 西漫 是你爹拿不准这个龙马 到底是真儿子还是冒牌库 这有什么拿不准的 这天成还能有假呀 什么意思呀 娘 您怎么看 西漫 既然你问我了 我就实话实说 我倒是觉得这个龙马 有点像真儿子 十有八九 我看准了 那如果龙马是王天成 昨天把人拉我手的 谁啊 我不知道 这条文大人 哪儿 这条文大人 有���伤 这个累移 你怎么这条文库 那么快 呢 这条文库 嗯 我想问问 你对西曼小姐怎么看的 谁让你问我这个的 那个就是 是我娘 还是西曼她自己啊 其实是她们俩都想问你 可她们觉得 不好意思单面问 就让我来问你 所以不是让你告诉西曼 到我屋子来吗 到时候 我自然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我明白了 少爷 明白了 明白了 去忙吧 少爷 慢走 这么做样的 真的假的呀 我是一个 小玥 小玥 这什么情况啊 好香啊 还有香水 玫瑰味的 有人吗 有人吗 太太 什么情况啊 不会是 小玥 郭大哥好 小苹果 有事儿 你还切我俩苹果没给我呢 都一个月了 我可记住呢 下次还你一斤 谢谢 谢谢三儿 嘘 小声点 赶快进来 喂 你怎么又来了 这多危险啊 这多危险啊 万一让四哥发现就糙了 你 这是在替四哥抓好吗 不是 不是 我是 你怎么还敢来这儿啊 有你小苹果在我怕什么呀 别人能把我怎么样 你弱女子对付五六个大汉 泰山下顶不低头 哈哈哈 后面的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骗人 我没骗你小苹果 你看我跟你欠两回 你就救我两回命 我真是忘不了你的恩情啊 那好吧 那你现在欠我两斤苹果 两斤苹果 对了 我悟的花上和香水 是你送的吧 好 喜欢吗 喜欢 那我往后还送给你 好 好 可是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 我叫马晓龙 马晓龙 我叫小苹果 咱俩的名字里都有个小字 好有缘子 好 马晓龙 我平时挺闷的 我真想能经常见到你 当然可以啊 那太好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是 是 西迈呢 我跟你爹商量的 想让你出去几天 等家里的事有个了结 你再回来 我知道爹娘是为我好 怕我留下来尴尬为难 可我不想走啊 我要是留下来 我能帮天娘查看查看 这两个孟天真 他到底哪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行吧 这种事你怎么查看呢 你娘说得对 不管真假 人家是有备而来 特别是那个假的 他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进来的呀 人家各方面肯定做好了准备 哪能随随便便 让你查出破绽呢 不是这与其让我在外面坐立不安的等消息 那还不如让我上电场放两枪呢 我又 我又并不笨对不对 我留下来总会管点用吧 这不是闹着玩的 爹 我没闹着玩 爹您想啊 我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要是留下来 我跟哪个相处都不为过 是不是娘 娘 您就让我留下来吧 我一定会慢慢观察 慢慢琢磨 我一定不会打草精神 不会惊动那个冒牌活 老爷 西班的脾气我是了解的 这样让他走 他会自己偷偷回来 那样反倒更麻烦 还是我娘了解我 爹 你要是送我走了 我一定会偷偷地跑回来 我一定会偷偷地跑回来 好吧 那喜马你留下吧 不过你可记住 人家一进门 就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了 不是来闹着玩的 你可千万给我加小心 听见没有 知道了 爹 龙马进入王家 她给西曼带来了难题和挑战 同时又给小苹果带来了 说不清的期待 两个女子完全没有想到 从这天开始 她们的内心和生活 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也回不到 从前那个样子 小苹果 小苹果 你说这少爷刚开始 他对我冷冰冰的对不对 嗯 那他现在怎么又对我 暖呵呵的呢 这是为什么呀 可能是他想明白了 想一心一意 对小姐你好呗 恐怕没这么好 我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考没砸着你 太悬了 香水呢 少爷 我是小苹果 来了 少爷好 西曼小姐来找您了 小苹果说你找我有事啊 是啊 西曼 屋里请吧 小苹果 你不进来吗 我就不进去了 我给你们俩站稿放哨吧 放哨 那好吧 小苹果 小苹果这样每天无悠无虑的 多开心哪 是啊 那个 你找我有事 是有件事 是有一件事情 本来不想冒人说出来 可是进来发现 这 这 不说不行啊 不说 反倒显得我成了无理之人了 听成 有话请说吧 好 好 西曼 这回家以来 不是我一直对你 疏远冷淡 而是因为 我那个 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在我回家之前 我 我已经有了一位义种人了 你 你是不是已经成亲了呀 这 这 这倒还没有 我也是奉了养父养母之命 我 养父养母对你有养育之恩啊 你听他们的话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 你的亲生父母也给你安排了 这两边都是恩人哪 是挺难的 天成 我理解你的难处 你理解我 嗯 行 行吧 谢谢你了 我又没做什么 谢我干嘛呀 要是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我 走了 那咱们改日再聊 好 小姐 她没给你香水吗 什么香水 少爷 你怎么不给小姐香水啊 小苹果你干嘛呀 这个 那个 没 没事 没事 小 小 小苹果说得对 我 我本来是有这个打算的 可是刚才那个香水在里边 我这这 没找到啊 少爷 我说你根本都是没 香水 喜欢吗 喜欢 玫瑰味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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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着怎么了 苹果让苹果给噎着了 偷吃吧你 你给我过来 说你女孩子佳佳的 哪有开口奔别人要礼物的道理 我给你腰的 还会用得着你腰啊 我错了 丢不丢人 丢人 回去 嗯 喜门 我给你准备 少爷 你看你办的这事 能让我多丢人啊 真是 手就 别忘了 夏少爷太狠了吧 香 香水呢 看来这就是少爷的那几瓶香水 原来是偷来的 我还是很喜欢你 回 好香哦 小姐 鼓 来了 来了 夏姐 我来了 走 咱们要去哪儿啊 那边 后边啊 老爷不是不让去呢 行了 跟我走吧 我的妈呀 你怎么回事啊你 什么情况 家里怎么总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 六子 你说是不是你故意吓唬小姐 你故意吓唬小姐对不对 小姐她故意的 走 咱们呢你 我吓唬你 我在这儿吓唬吧 我晚上我专你被窝里 我吓唬你 小安 我吓唬我 小姐 咱们这是要见什么人啊 眼下呢还是秘密 我还不能跟你说 秘密 回头我告诉你哦 哎 那秘密 你怎么还带我来啊 我这不是让你帮我参谋参谋吗 亲我当参谋很贵的 行了 别闹了 嘿 郭大哥 你怎么不拦我呀 拦呀 你拦呀拦呀 来来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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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 先往我不停过啊 我回头给你吃吃饭 好吗 谢谢小姐 小姐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你进去啊 你别说话 就在一趟静静地坐着 你听着 回头啊 把你听到的所想的 通通告诉我 知道吗 撑 这是我最在好的 好样子 走 师医生 是 有访客 是非常漂亮的西曼小姐 和非常聪明的小苹果 走 进来 嗯 什么情况 哇 你怎么这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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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曼小姐 他人呢 刚才还在呢 刚 我 我不是 是 我是不是你上帮帮人走了 你没看见呀 啊 没有啊 老爷亲我吩咐过了 正门口一开都不能扫人 我哪怕出去一小会儿 你得找人帮我看着 那就人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她 王七美就这么大大方方的 把王天成的事情跟你说了 她安的什么心 给我一下马威呗 你们俩里边一定给假的 我看她安的就是热心 依你看 她对你相信度有几成 不到五成 对了 王七美给王天成养了一同养席 叫希曼 这希曼在羊血堂里念书 人挺机灵的 四处打探消息 这一看就是眼睛里不如沙子的主 像这样的女子 要么是你的克星 要么是你的好帮手 罗马兄 想办法把她争取过来 让她帮你一定能够 在王家大园站住脚跟 那反过来嘛 如果她站在王天成那一边 你的麻烦就大了 燕局长 你让我飞檐走壁我行 你让我跟一女流逢场做戏 这用不了多久我一定露怯的 老马兄 这一关你必须得闯 那你跟我说说 这关该怎么闯啊 这还有茶呢还是热的 估计这人没走多长时间 对 没错便宜咱俩了 反正等也是等 那咱这小茶伺候这儿 妈妈等 西满小姐来喝点茶吧 好 能喝吗这茶 一凑晚上红茶呢 真喝呀 挺好的呀 喝不喝 好喝 西满小姐 我都快憋不住了 憋不住就去盲房呗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 咱们等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你就跟我说一丁点也行 就一丁点 行吧 我就告诉你一丁点 你过来告诉你 这屋里住的呀 是个男的 我知道是个男的 你怎么知道啊 我一进屋就闻到 满屋子的臭脚鸭子味 那被窝有别 连个香粉也没有 不是你拿的是什么 我的小苹果 这是越来越聪明了 那当然了 因为我是人见人爱的小苹果 可是这男的 他多大岁数啊 他长啥呀 他是高啊矮啊 胖啊还是瘦啊 他眼睛是大啊 还是像溜子那种小痒啊 行了行了 别瞎猜了 那他长啥样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过来 师傅长得特好看 我压根啊 就没见过任任 我真没见过 这么跟你说吧 我觉得这世间男女之情啊 没几个人震动 全凭机智 行 你就沾上了 别犹豫 不行的话 躲 别练战 越练战越麻烦 真的 大概就这样吧 能跟我说真话吗 对了 这荷叶鸡 是王七美加的 全九安城也就是他们家有这鸡 请你务必把这鸡交给我爹 我爹见到他呀 就知道我还活着 这是我跟他之间说好的 何叶鸡再好 也没儿子好啊 这样我带你去见见柳爷吧 不能出来太久 会引起怀疑的 走了 龙马兄 刘皇 千万当心 龙潭虎穴 生存乃第一药物 谁呀 一定是吧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这玩意儿 别着急 我死了之后 都是你的 只要你是真的 我是真的呀 可真是假的 赢品 臭小子眼睛挺毒啊 我小时候还真没见过 小时候的事 你还能记住多少啊 小时候的事 不记得什么了 反正这屋子呀 我是没见过 我记得这小花园有一回 你把自己还真当成少爷了 这可都是康熙爷的 算了 他还管那些 那他也吧 爹 我还真也惯了 建墙爬墙建防上防 建的好吃的这嘴就馋 可您别误会 我这不是手痒痒小通东西 该野就野 手痒你就拿 来了脾气你还可以砸 可有一宗 你可得是真王天城 我是真的爹 我是真的爹